二 有网友私信指责我 骂骂我 说我误导客户去退保 坑了保险公司员工和销售人员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甩锅给我 不管你们是站在什么角度 以什么身份说这些商人的话 但做人做事总要实事求是 首先 我没误导客户 也没劝客户退保 我实名举报的是事实 有证据之称 也查证属实 其次 客户的钱都不是大风花来的 所以没有客户会明知道退保损失很大 不问青红皂白的 就去盲目退保 难道我没举报的时候 保险公司就没有客户退保了吗 之所以退保 一定是危害客户利益了 客户承受不了了才退保 销售误导和夸大收益等问题 是保险市场履金不止的现象 最后 为什么你们要把这些莫须有的罪名 强加在我身上 难道我制止他们犯法 坑害百姓 有错吗 如果不制止 就是国家 百姓 员工三受其害 难道我不该举报吗 不该揭发吗 我举报的是个人 为无辜百姓 避免继续受侵害 我从国家 百姓和员工的利益考虑 他们这些人坑国家 坑百姓 坑员工 这么多年 你们深受其害 为什么不敢反抗 我敢说 敢做 你们为什么还怨我呢 正是因为我举报了 公司现在不敢客户员工奖金了 不敢强制逼迫员工去造假 去骗保了 这难道不是好事吗 你们难道不是也不想做这些坏事了吗 为什么到处谩骂我 诋毁我 还有文章影射我不懂感恩 我不知道这些人对感恩是怎么定义的 但我认为感恩不代表必须抛弃底线 俗语说 好汉不提当年勇 梅花不提前世秀 有些事我不说 不代表没做 2004年 嫩江公司上签营销员的代理合同档案 是我一人连续加班几个月 从屋到有间立起来的 被权势树立为各显档案管理标杆单位 2006年 嫩江公司几万营销员的养老金 保证金档案 也是我在黑河住了两个月 查财务凭证 一个数 一个数入进电脑的 不然也没有嫩江养老金系统数据的满善 2007年 嫩江公司所有在职或离私营销员的保险从业资格证 和斩业证档案 也是我去黑河查找 建立 满善的 我工作了16年 全年无休 身兼三个工作岗位 还有公司会议主持人 导主 平均一年主持300场会议 有媒体查到 我挂职公司网点经理 是因为有监管要求 所以公司安排内型挂名和资格考试 这么多年 除了公司评选的先进工作者 我也为嫩江公司正德的权势 全省 全国的荣誉 我自认出心不变 兢兢业业 勤勤恳恳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所以说人先看己 所谓追随 不是盲目服从 所谓感恩 不是抛弃底线 所谓珍惜 不是退让妥协 世间很多东西都很重要 但是没有什么比良知更可贵 我们最赖以生存的是这片国土 所以国家兴旺匹夫有责 愿尽己微薄之力 维护情同手足的同胞们 梅院山和锦绣 国泰民安 所有打工人都被善良以待 搞定了 我就当你的